日前國民黨決定推出很多次來選台南市長 雖然有不少的議題 但是對到市議員的付選則是沒什麼幫助 到無情為之國民黨定期參選議員只有19人 議鎮黨的市議員出行會表示 因為經濟的因素 讓有議員的人不敢參選 占對到這種的說法 邊前黨集的市議員參選人創總喊 就推出這個議 出行會議員過期在辦多少人 都是送送送 用一個送送送的方式 大放送 拿到罵手都買票 電視 烤箱 電磁爐 幾乎是人人有獎的這一個活動的風格 那既然沒有經濟因素 考量的蔡議會議員 勇敢的選下去 在2020年立委選舉的時候 雖然說他會繼續親別 繼續親連參選 但是也要請問一下 來自廣大市民的疑問 沒有經濟因素困擾的蔡議會議員 請你高台 扎領助理費的始末 請你高台扎領助理費的始末 否則我們國民黨的選情 就像 我們的母雞不夠熱 打死小雞 我們的小雞 總共和拖累母雞 前幾乎的蔡總監 扎平國民黨是雞肉不夠熱 今天還要討論雞肉 記者順問 蔡議員的看法 蔡議員是標誌 這只是三紀蔡總監的手法 沒有大家回應 請蔡總監 更好自己的賓條策算 南臺斯文 綜合報道 請蔡總監